台湾啤酒跟玉龍納智傑展開了兩隊本季第三次交手 前兩次都收下勝利的台皮 果然對戰氣勢上略升一籌 一開賽 雖然有Brian的表現稍稍受到玉龍新洋將的character影響 不過先發五人整體來說還是人人有建樹 劉正 左從凱 林瑞坤 周伯勳都有進場 反觀玉龍這邊只有周世元跟周伯承正常演出 兩隊光第一劍命中率就是天差地別 四成五比上兩成三八 前十分鐘 台皮二十比十二取得八分領先 一點都不奇怪 第二劍 台皮這裡O'Brien恢復正常 單劍搶進八分進場扛場面 玉龍這邊則是台灣浪花兄弟開始聯手 呂正如 周世元半場就合拿十八分 搭配反正隊友加入戰局 上半場結束兩隊差距沒有太多變化 三十九比三十二 台皮維持優勢 毅然在戰 台皮並沒有鬆懈 反而更加速進攻 下半場前三分鐘就來一波八比零攻勢 讓兩隊差距來到十五分 雖然呂正如難磨外線一日就省準 全場十八分 無奈 玉龍整體手感跟失誤都不理想 全場只有三成七五的命中率 出現十七次失誤 要不是台皮自己太早鬆懈 讓分差第四節縮小到個位數 比賽恐怕早早買單了 綠山軍急忙收拾心情重新投入 O'Brien全場四成五四的投籃準度發揮效果 全場二十七分十五籃板 搭配劉貞 祖同凱 林瑞坤 得有十五分以上表現 中場台皮有金無銜 八二三比七十五贏球 白鯉新聞 撞到什麼了 得到了八十三分